我全部問完的時候 點數被記最多的那個人 會被退款 Play with woman's heart 就在教室 拉屎 然後一上次就說 咩咩咩 腿漂亮喔 我想說 原來這就是創傷症候群 以前男人都不需要我沒關係 我也不需要你們 死前一定要做的事情會是什麼 OK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環節呢 我們要先把這個收起來 接下來呢 我會再舉這個牌了 腳快 腳踏車會這樣嗎 腳踏車 天啊 男朋友是我的畢業照的 用一張照片 我看一下我怎麼做的 你眼睛很像變色了 越變越色 哈囉 下一個單元呢 叫扣用快達 我們就要把我們的答案 寫在黑板上 它會是一個簡答題 最後翻過來的那個人 會記點 真的沒有在記 寫完就先翻過來 然後最慢的那個人要記點 然後我們全部問完之後 點數被記最多的那個人 會被退款 喔哇 太嚴重了 點數最多的那個人 要請今天的晚餐 那我 我以為晚餐會加多 我今天跟電視頻有約晚餐約會 我沒有在議會 可能我先走了 準備好了嗎 好了 好來喔 預備喔 好來 那第一題是 不拍片的時候都在幹嘛 看劇 讀書玩睡覺 君雲醉飯 君雲不能寫注音的耶 不能寫注音嗎 不行 不能寫注音 肉妹記一點 而且要分享你們一分啦 欸對耶 為什麼可以寫英文 所以可以寫英文喔 不能寫注音 不能寫注音 有沒有人在在意台灣的文化啊 其實我都從一支美股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那下一題是 最喜歡頻道上面哪一支影片 脫水新聞 欸 我也是同一支耶 真的 等一下 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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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寫啊 哈囉 今天是什麼 菁姐 超早的片 他是一個我們很即興發揮的 對對對 那個完全沒有劇本 就是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現場發揮 下一題是 用一個字介紹各種同學頻道 一個字 潮 欸 你不要學好 我寫風 你寫三小 我寫去 我要寫鬧 那我這次是對讀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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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我們Romé那個 家人家住太久了 I'm sorry about that 我不停了 下一題是 如果各種同學要頒一個 最佳特串獎 會頒給誰 你是寫誰 梳梳 梳桌吧 他就寫梳桌吧 滴滴 我覺得滴滴覺得 我選就寫原來現在最大咖 我寫秘書長欸 他是秘書長嗎 感覺大家好像滿喜歡他的 你不能跟著民意走 對啊 你要超越看好不好 那下一題是 看到什麼留言會走心 抄這群人 像這群人 抄襲人 我覺得人家說我抄這群人我就會走心 因為沒有抄 真的沒有抄 我已經半年還是兩年不看了 我已經兩年了 自從有留言區說我在學這群人之後 我再也沒有看這群人 那我都不看 因為我很怕我下意識的去有多放到 所以我已經有大概兩年沒有看這群人 沒錯 我很喜歡這群人但是我真的很喜歡 真的 我也很喜歡這群人 我怕他們太棒會影響到我上座 而且我覺得不像啊 我覺得他們比我們專業太多了吧 我們剛剛不像 像這群人的那個 那個錯步都沒有辦法 這寫不出來 你一定要這個時候嗎 下一題是 看到什麼留言會開心 說我帥 說我瘋了 說我瘋了 說榮明演技好 讚 覺得快樂 看到我們的影片又覺得快樂 GG了啊 哇好感人喔 不是啦 你們這些膚寫的人是什麼 開心就是一個膚寫的情緒啊 才不是咧 就是他一整天過得很糟 然後看到我們的影片又覺得很開心 我就覺得很窩心啊 就覺得我們有幫到他 MVP 我記得我們以前有收到留言說 他有一段時間他可能憂鬱症或什麼 然後他因為這段時間他可能 升學壓力也很大 對看我們的影片他只撐過來 我就覺得很感動 那邊觀眾你現在做得好嗎 如果你還沒有退訂閱 留言一下讓我們知道 做得很好 這個資訊我們 我們都會看 啊我們之前在文長拍片 還有一個人寫卡片 對對對 他寫了一張小字典 他就走進來說 那個什麼不好意思啊什麼的 然後就放在那邊 我們就以為我們做什麼 違反就是文早效果的事情 就要打開 就說個同學就很謝謝你們的影片 然後幫助我跟我的學生 他是一個在進修的老師 那我看什麼 好感動 會有一種自己被需要的感覺 對啦對啦 以前男人都不需要我沒關係 我也不需要你們 好啦好啦 這扯遠的吧 下一題是 最怕 最怕在那裡被觀眾認出來 家門口 他問我住哪了 嚇死樹也在路邊 我原本要選樹也在他說地點 我要講有一次 我遇到觀眾很扯的事情 就是我出車禍 然後我 我塞在路邊 然後警察就來 然後就有一個比較年輕的警察說 妳是同學嗎 然後我說對 我真的拍語片這樣 然後說我可以給你拍照嗎 然後重點是那時候 我剛雷殘 全身血淋淋的 對 濕濕的 然後那時候下雨 我是下雨天雷殘 然後我就被淋濕了 然後還想 以那個狀態跟我拍照 超久了 超浪費的 還要比一步 哈哈 不會都有照片 有照片 有照片可以 有照片 超好笑 警察都會這樣發IG 現在讓他做一個菌菌 焦靈盤 對 今天出 今天出行時遇到最後的Youtuber 好那下一題是 覺得自己是什麼動物 我不知道 大家都說我像雞啊 他要捏免子 我都 沒有點一點 我想說 我肚子有尾巴點一點 為什麼之前是狗啊 有人說你像狗 他會有人在學狗叫啊 你學一聲來 好可怕 你為什麼不寫沙丁魚 我沒想到 對啊 這幹嘛啦 對不起 我怎麼好道歉 拍片之外的第二專場是什麼 化學 教人家拍片 彈甘琦 是這種的 第二專場 你是什麼 也是對啦 應該要寫有趣點的東西 那你如果是有趣點的東西 玩吉他 玩吉他 玩女生的心 哇 哇 我是這種人嗎 哇 沒有女人可以玩啊 死前一定要做的事情會是什麼 我媽在鏡頭後面她很火 我媽在鏡頭後面她很火 我也抱抱 我要抱我所有身邊我覺得很中優的人 好我浮險怎麼辦 沒有啦開玩笑的 我真的是表達我想要愛大家 我愛你們所有的人 我真的愛你們 我真的愛你們 下一題是 你做過最惡劣的事情是什麼 最惡劣的事情 打別人 偷東西 這是黑利息 你偷什麼 我放屁不成人 人家的小玩具 我小生還能偷什麼 對小朋友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玩具 壞油環人家嗎 我是被一個班上門員帶壞的 我不知道他最後怎麼處理 我真的超後悔 我很少跟人家講這件事情 因為我真的覺得那時候自己很危險 我想不到我們做什麼惡劣的事情 你做太多了吧 你做很多惡劣的事情 你做太多 把不好的情緒都殺在妹妹身上 對啊 這應該是好 真的很讓我難 就是 就是因為我是比較累積型的 我一下就爆掉 所以有可能爆在他身上 只是因為一些小事 但那個是一個累積性 就那個時候誰遇到你誰倒霉這樣 真的 還有我們沒有一個拉得住 最好我不要遇到我 因為不要遇到他 超可怕 下一題是 做過最浪費人生的事是什麼 高二暑假那時候發生的事 因為我們那時候剛開始拍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是要升高三的那個暑假 然後我們有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我們計畫了一個系列 那時候為了某一個成員寫了一個系列 然後我們先花了大概一兩週的時間 就帶他練習 因為我要求人家高 然後到最後 真的就整個都不能用 所以那個高二暑假 但是我覺得最浪費時間這件事情 沒有欸 我想不到任何 我也沒有 我寫看漫畫 來這句話大家很重要送給大家 Time you enjoy wasting It's not wasted time 就是你只要享受你做的每一個時刻 做的事情 其實我也這樣想欸 你就不是在浪費時間 時間你享受浪費 是不是 我也浪費時間 我怎麼知道 哇 做過最羞恥的事 我真的沒有 因為是羞恥的事我就不會去做啊 帥姿嗎 我在教室 就是那時候產胃炎 然後我早上過敏 然後我打一個噴嚏之後 我就直接死就吵到 Oh my god Oh shit 認錯了 就是那種打招呼打的錯 他根本不是跟我打招呼 就是你知道叫計程車 然後我現在在機場 已經去波蘭開啟我的新生活了 我是 我這是一個故事 我某天攬公車的時候 我就跟我朋友在玩 我就是這樣 然後這樣子 就是手伸出去 然後下去 然後腿摸起來這樣子 我只是在玩而已 然後那個公車很遠 我以為他沒看到 結果他有看到 然後一上車就說 欸妹妹腿漂亮喔 我想說什麼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他還跟我講 閉嘴啦 腿漂亮喔 你自己要線的 這好可愛喔 這好可愛喔 我覺得這個人家壞了片頭 就是今晚片段 好可愛 那最後一題 如果你生氣的時候 或是你很難過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事情來 讓你變得開心 追劇 我媽看到這邊會不會想掐死我 洗廁所洗澡 哇塞超快的 然後家庭歌唱歌 我會哭 我會哭一場 我一定要 就是我就去打掃 我覺得心情不給我 那你可以幫我手 對啊我想說 我現在跟我朋友說 欸那是心情不把 拿電話給我 現在要我們今天的問答正式結束 耶 OK 五周年其實原本想做很多更有趣的事情 跟我同學最近也有一些更新的嘗試 接下來我們把重點放在接下來的影片的內容裡面 所以我們五周年簡單的跟大家做一個問答 因為其實很多人問我們很多問題 但是其實我們很少有機會可以 這麼直接的回答觀眾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收集一些觀眾的問題 然後還有我們自己在網上找到比較好笑的問題 這五年來時間過得很慢 但是有時候又回頭都覺得好快 那種東西系列今天上片的時候已經第七八十了 也有很多的系列 像是各種系列 這種系列 然後還有整人的 然後還有新聞的 媽媽的 我覺得一直以來我們都在跳脫舒適圈跟 像是做一些新的嘗試 我覺得還是很享受拍片這件事情 只是可能某個環節比較堵攔 比較像剪片 或是卡在那邊想不出劇本的時候 也很高興就是有之前跟我妹的加入 就是讓共同學又復活起來 我覺得一直有很多的那種挑戰 就有一天低潮 然後就會要做一些新的嘗試 跟新的挑戰 或是加入一些新的人 所以就希望各種同學走到現在五年 我們三十萬了嗎 快了吧 快了快了 希望三月十五號那邊 那一天可以 可以三十萬 五年三十萬訂閱 其實我覺得算緩慢經營 有的時候把我們跟其他YouTuber放在一起比較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面會覺得我們其實很落後 或是我們速度很滿 或是我們做的沒有很好 對 但是因為有觀眾的關係 讓我們的 我們的人生經驗跟其他人不一樣 如果沒有觀眾的話 我們也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所以就很感謝大家 很謝謝觀眾 還有張愛倩當初邀請 我覺得這是一個 一般人根本沒有辦法經歷的人生經歷 所以我很珍惜這個特別的經驗 我也差不多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你會找我 我也覺得 我覺得我們 有點忘記 我們可以來有機會 我們來做一個回顧當年的一些 對 因為真的快忘記了 對對對 我就需要來回憶一下 你會失憶最嚴重嗎 真的 尤其是高中那段時間 我真的是選擇性質 我覺得因為那時候發生太多難過 跟生氣的事情 所以當你為了要不去記得那件事的時候 你就會把好事情一起忘記 原來這就是創傷症候群 PTSD 刻意遺忘 我實在這邊待很久了 我就是從他們在熊公公拍片的時候 我就是週末有空他們要拍對不對 我就會搭 從我家超他媽的遠 然後搭公車 然後去片場 然後拖我的大包小包東西 去幫他們做妝髮這樣 然後弄燈光啊什麼的 然後一直到做到幕前 但就覺得我可以 在這裡面成為一個小小的助力 也覺得很開心 然後現在就是大大的助力 也覺得很開心 對阿 我覺得沒有 如果沒有志謙跟柔妹 應該各種同學 大概在三年的時候就垮了 然後退掉三個 其實你剩下我們三個 我們要拍戲劇拍什麼 其實都不容易 而且我覺得他們兩個也算是蠻負責任 就是有對這件事情上心 那不是就是我來我來這樣 就是我覺得他們也都盡力的配合我們的時間 我就覺得很感動 這不是他們的專業 對啊 因為他們其實也有他們自己專業要忙 對 其實我覺得能夠撥控 來跟我們一起做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真的是實屬難得 我覺得能撥控來就很好 那以後如果能夠撥管來的話 那更棒 對啊 好啦好啦好啦 對 歡迎 抖內 我不會希望你會希望 君君呢 可能這話文化講完了 我要講說 有過分耶 最後這次要逼我是不是 君君就說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自己結尾 我也是就是 很感謝就是 就是有很特別的經歷 不管是 就是一直以來那些事情 就遇到了不好事 或是大事小事 然後我們甚至來辦見面會 對 真的 Unbelievable 就是我覺得 做這件事情 讓我認識很多人 然後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幫助到很多人 嗯 然後也是一個幫助自己的過程 有些事情幫不了自己的時候 你就會希望 從幫助別人這件事情上 去得到一點 就有點過程 回饋啦 對對對 當然拍片其實很長一段時間 就有時候會有點迷茫 可是這種時候 只要有粉絲私訊我 或是跟我說 他真的覺得看我們的影片 就對他來說 他感到很開心很快樂 他每個禮拜都很期待 看到我們的影片 給他很多快樂 我就會覺得 把握動力繼續做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 按 訂閱 開啟小鈴鐺 留言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